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也悟到什么原因让灵魂转世 什么方法可以不再轮回转世 这个男孩的名字叫海曼 出生自英国 有一个敬重的老师叫做帕摩 今天我要分享的就是这个神奇男孩的故事 他在通过自己的能力竟成功与耶稣交流 得到了天地间的大秘密 一 爷爷为何不相信轮回转世 一次 男孩遇到爷爷在天之灵时 想知道他对轮回转世的理解 没想到爷爷说他不相信 更不相信他还要回到世上来 男孩和婆娑老师很惊讶 就在耶稣来时问了这个问题 耶稣的解答是 并非所有的人一摆脱肉身就能马上掌握宇宙所有知识 而是会将自己原有的信仰和成见保留于心 你的爷爷所居住的介遇 柔和了现实与幻象 而幻象占据了更大的部分 因为在那里愿望会即刻转化为实物 正因为如此 虽然有些想法是错误的 他们也是会变成真实的形态 二 东方人保留了轮回的概念 西方人遗忘了 耶稣揭示了一件事 就是东方民族在肉身尚存的时候 就知道了轮回的道理 因此死后也保持着这样的看法 但是西方人早就遗忘了这一点 因为在过去的岁月中 教士们从信条中将他删去了 不过他预言 总有一天 西方人也会真正认识到轮回 三 因果关系 耶稣也提到了因果关系 我们每个人都因过去的想法 欲望和作为 而塑造出现有的命运 善因善果 恶因恶果 这就是律法 不因德行与报偿 不因罪孽与惩戒 只是因为因果律法 耶稣解释 因果关系 与东方的佛教所讲的因果循环 善恶有报 无疑是吻合的 据说 早期的基督教也相信因果轮回 影响整个基督教第二个世纪 教父 俄利根 就相信灵魂会因着前世所做的善恶 而得着今生不同的果 且无始无终地不断轮回下去 此说在正统教会里 一直流传了三百年之久 大概到第六世纪 东罗马帝国 帝王查氏丁尼一世 才设法将教父 俄利根之说 定为异端 四 灵魂为什么会转世 一天 男孩在 破摩老师那里上课 耶稣派来弟子的灵魂出现了 他回答了破摩老师 关于什么原因 让一个灵魂 在某一时间转世的问题 这是因为 人除了有肉体生命 情感生命 和心智生命外 还有灵性生命 当灵魂 退去那些 精微的躯体后 也可以说 在较高的层面死去后 不依靠任何外部力量 灵魂会给他 自身另一种 肉体的外衣 以此来经历 因之果 他先前在世 所造的因 而得出的果 换句话说 他必须完成 自己造出的命运 为此 他到一个既定的家庭中 赋予人形 为什么有些夫妇 没有子女呢 这通常是因为 没有灵魂 愿意选择他们 或是不被允许 选择这对夫妇 作为双亲 针对怕魔的灵魂 是否隔一段时间 必然要死亡 重生 如此永恒地 持续下去的问题 长老弟子的解释是 灵魂在世上 种下的因 如各种欲求 就需要再回到地球层面 通过这样的经验 来教给他智慧 而且是 善因得善果 恶因得恶果 五 不想转世 人必须了无羁绊 帕摩老师又问 假如一个灵魂 再也不想回到这个世界 他该怎么做呢 耶稣的弟子说 那他必须为自己 在天堂里储存宝藏 不是世上的财富 简单地说 人必须无私 换句 印第安智者的话来说 人必须了无羁绊 首先 人要避免作恶 才不会招债 不用迫使他 在日后的轮回中常债 其次 他必须为自己行善 而不求回报 因为强烈的私欲 或早或晚 总会实现的 这就是将灵魂 靠在世上的枷锁 比方说 有个人在一次轮回中 极度渴望某种声明 可是近况并不如意 至此 他都没有实现自己的愿望 接下来会怎么样呢 透过他强大的欲望 一种微妙的力量 在另一空间 已经悄然产生 这种力不会消散无中 那么这个人还会回来 体验愿望的满足 事事皆如此 大多数人都想要富有 想要执掌权力 占据高位 或是想出人头地 所有这些欲望都过于虚荣 他们是套住灵魂的绳索 将灵魂拽入轮回之中 说到底就是你不能依靠外物 来追寻幸福 因为唯一真实持久的幸福 只能于内在寻获 也就是精微体内 最重要的是 要在最高的 与神合一的灵性体内去寻求 毫无疑问 想要永久待在灵性高层世界 人一定要在世间抛弃各种欲望 在精神层面上 与高层生命契合 耶稣的弟子有一次 还告诉男孩和巴摩老师 这些灵魂已经升到很高远的地方 不愿再回到世上 他们变成了一种守护神 或者说我们眼中的天使 他还指出 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守护神 用一种我们难以理解的方式 守护众生 他断言 当初打赢了特拉法加海战的 纳尔逊将军 现在已经成为了一个民族的守护神 到伦敦去就会看到 他在特拉法加广场上的 纳尔逊纪念柱上面 他还说 很久很久以前 这位英国通灵男孩 也是个守护神 当时他十分爱耶稣 耶稣就帮助他 像其他人一样 去经历一次又一次的生死轮回 当过守护神的人 更容易看见灵魂和精灵 所以男孩现在 才能看到许多人 看不见的东西 不久后 男孩去了伦敦 在特拉法加广场上的 纳尔逊纪念柱上 果真看到了一个大大的守护神 他身上的颜色很漂亮 七 残酷今世恶极的原因 男孩长大后 一次在意大利旅行时 看到旅馆中一个人 得了很严重的疾病 好像叫潘萨性硬化症 他就问一个高层生命 在前世犯下怎样的罪行 才会造成今世如此害人的恶极 高层生命告诉他说 是残酷 那个人在之前的一次转世中 曾是一个宗教审判所的审判官 高层生命还告诉他 天生驼背 也同样是残酷的果报 人并非只此一事 人今生和来世的状况 与其种下的因密切相关 一个残酷的人 转世时 必为此付出相应的代价 如果人知道了果报的存在 人就要珍惜今生的时光 努力做个好人 好了 本期的视频就为大家分享到这里 感谢您的观看 禅语陪您聆听佛音 平息烦恼 安顿身心 如果您也喜欢本期内容 请给我点个赞 还可以在右下角点击订阅 或者分享给您的朋友 您的支持是我最大的动力 咱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